大家好,这里是小当家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道1223题Dice Row Simulation 这题大概的意思是说给了我们一个RowMax 这个RowMax代表说你Row一个Dice 这个Dice可以从1到6 1,2,3,4,5,6 你Row这个1的时候最多Row一次 Row第二的时候也是最多Row一次 Row3的时候最多Row两次 Row4的时候最多两次 Row5的时候最多两次 Row6的时候最多三次 然后你一共Row两次 你Row两次之后有多少种组合方式呢 比如说我第一轮Row的是1 第二轮Row的是2 这是可以的 我Row了两次 但是也都没有超过这个RowMax 那我第一轮Row1 第二轮Row3也是可以的 第一轮Row1 第二轮Row4都是可以的 然后第一轮Row3 第二轮Row3也是可以的 这都可以 那第一轮Row1 第二轮也Row1 这就完蛋了 这个就超过了我们的RowMax 这就不可以了 所以这个RowMax就是我们的一个Cap 每一轮的话 我们需要记录一个数 而且他说 我们出去对他提 他说你每次不能超过RowMax 然后是Consecutive Times 就说你不能连续的去Row 假如我第一轮Row1 然后第二轮Row3 第三轮又Row1 这个就不是连续 所以就没事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提其实就简单一点了 基本上我们需要三个Parameter 第一个是一个Index 而记录一下我们走到哪个Position 第二个的话是一个数字 我们上一轮Row的是什么 然后这轮Row的是什么 然后上一轮的Count 直到上一轮的时候 我们Row了这个数字多少次 所以我们track一下 然后每一次我们分成六个插口 六个插口就是每根数字Row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道题相对来说还是可以解的 这题有点像那个Paint House 是不是Paint House第二题 Paint House的话我们用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的话是用数学方法解的 我们推了一个公式 什么SameDiff 然后Same转换成什么Diff转换成那个DFF Dffs的i-1 然后Same的话转换成什么这么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电台解了 第二种方法我们讲了两个DF 第二种方法就是每一轮的话 我们走六个插口 走K个插口 这题的话我们就每一轮走六个插口 就有点像我们写Paint House的第二种方法 好 之到这个解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写一下这代码了 首先我们还写一个memo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DP 相当于一个top down的dfs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这个dfs dfs的话 首先肯定要把这个n带进去 然后这个roll max 我们也是需要的 还需要一个index 是从0开始的 然后还需要一个previousroll 我们一开始 没roll的时候 我们就是 是个-1就可以 然后再加一个memo就可以 现在还需要什么 前一个 还有还需要个count count是0 count的话代表说 我roll的这个数字 肉出了多少次 然后每一次我们往上加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就可以直接开始写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nroll max 也写在这里 i这是我们的index 然后这个是pre 我们管它叫last previous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account 然后写上memo 然后写上 之后就可以开始写了 变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告诉你了 就是我们可以最后写 但是我现在就直接把模板写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i last和count 然后memo的话是从i到last到count 然后如果我们算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value给取出来 如果没算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base case 但base case的话 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我们一会儿再写 我们先写一下 我到每一轮的时候可以走的数 我每一次的话可以 可以描多少数呢 可以是从1到6对不对 这个是相当于0到5 我可以把它转换成1到6 但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ramex也是从index0开始的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index就可以了 如果每一次我这个count 哦不是不是我要检查 我要检查这一轮和上一轮是不是一样啊 如果这一轮和上一轮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一轮是num 等于我们这个上一轮的话 大事不好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check 如果这一轮加上上一轮 上一轮我们的count是知道的 加上这一轮 它俩是一样的 所以我加个1 如果这个已经大于我们这个ramex的数字的话 哎呦这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continue就可以了 continue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算这个 如果没大于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数 就是return一个dfs dfs的话 我们写的东西还挺多的 直接把这填上就行 然后每次往前走一轮 i加1 然后last的话就变成这个数字了 然后count的话要加个1 因为前后数字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没约界 就是没有overflow 我们这个没到达我们这个cap 所以还可以加1 然后就是填上这个memo 我们先不return 一会可能要设个variable值 然后我们就检查 如果它俩不一样 不一样就简单了 变一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 因为它要求的是consecutive times 然后我们直接就变成1了 因为它不连续 数字变了 变了之后我重新count 所以就是ramex 然后i加1 num还是这个 然后就变成1了 然后memo 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个result就可以 那result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射一下 就是从0开始 result加等于 同样我们可以把result加等于设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copy一下过来 好 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先测试一下 不对 不对的话 是因为我们缺少个if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basicase没写 如果i大于等于n n也没写 对 n写了 n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i大于等于n的话 代表我们已经 绕了这么多次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 嗯 什么情况下 它符合条件呢 如果i大于等于n 如果i能走到大于等于n的话 嗯 我们还需要检查什么吗 如果i大于等于n 其他的都在这儿 cap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可以return一个结果的 就是只要我们走到头的话 代表我们是可以走到头的 所以我们就多了一次 应该是可以的 诶 对了 我们再检查一下 嗯 怎么有点闷呢 哦 啊 我们可能需要mode一下 就说要mode一下 10的9次方价1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儿 每次直接 直接在 在哪都样 呃 在这儿吧 这个mode一下 10的9次方 加7 再来跑一下刚才那个case 哎 等会 这儿呢 这儿呢 诶 还是不对 这个 12345678 嗯 看来是 得在每一层 得在每一层都加一下 再来一次 哎呦呦呗 这个不对啊 这个op是10的9次方价7对吧 10的9次方价7 嗯 算法有问题吗 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个算法哈 如果 biscuit是如果 i大于等于n的话 我们就多了一次 这没问题 这个是从零开始 如果 这一轮是相等的话 我们就要检查 这个 count 加1 是不是大于这个rowmax 如果这个数字的rowcap已经到了 我们就continue 否则的话 这儿的话就是i加1 然后num也变了 num变之后 count要加个1 然后是memo 这个是i加1 呃 num也变 然后我们这个result 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 直接mod 哎 我看是没啥问题的 嗯 举一下别的例子 一位这个就对了 再回到这个例子 这个 这为什么不对呢 大于等于n的话 就直接返回1 这base case肯定是对的 如果 i last count 在memo里面 j return它 i last count 等于 哦 这个返回值啊 这上面mod下面没mod 这等于返回可能会出错 再看看这还是是不是需要的 每一步都写的话还挺丑的 哎呦 这就对了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 这个返回值要注意 呃 你看这么大的树 然后 就知道 肯定是一个小的mod的问题 哦 哦 那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哦 那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